你認為接下來它降息是什麼原因 它的降息如果只是因為通膨達標 加上適度的放水 因為高利率久了 這種軟著物的話 這個多頭不會停 買股票你要有浪漫的想像力 賣股票你要有理性和現實 那中間呢 中間要學會睡覺 現在成交量這麼低 台股就盤在這邊 不如就多睡覺 等到景氣指標告訴你 這個時候再來做決定補持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聽經濟 我是這集理財幫忙的主持人 徐穆君 今天我們想要聊的是 這個最近的這個台股的一個狀況 那台股最近可以說是 歷經了一場上衝下襲的一個劇烈震盪 那我們知道7月份的時候曾經 總共是重挫了千點 不過到了那個8月份 8月5號的時候 發生了這個股災 暴跌了1800多點 那我們台股一下子就失守了 2萬點的這個關卡 那當天還創下史上最大的一個 收盤跌點記錄 但是沒有想到 這沒有過了多少天 那我們其實在短短兩週之內 就收復了2600點 那其實最近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接下來連準會 準備要降息 那會不會對股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今天就是特別邀請到 對於這個全球總體經濟 非常有深入研究的財經專家 那種閃戶投資人 我們如果想要穩健的去操作 現在的一些資產配置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沒錯 現在按照台股的事況 因為量子在太縮了 這說明著市場上的情緒 現在即便漲高 也絕對不算是特別樂觀 因為市場上追加意願其實非常薄弱 另外一方面大盤融資維持率 基本上還保持在低位 融資余額基本上也是在低位 好這就說明著 過去被洗出去的投機型產戶 目前也完全沒有要回來的意思 現在留在台股市場上的 只有過去ETF的賣盤 就是我們講的長期的存股族 ETF的扣款者 所以現在我們要觀察到的現象是 那這些長期投資人 既然我們已經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從當時景氣循環的低點 景氣信號燈藍燈 22年年底一路持有到現在 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了景氣高原期 為什麼 因為市場開始擔憂接下來衰退的可能 擔憂接下來經濟惡化的機率 事實上你會發現 每一輪的庫存循環 它通常會走個3年到4年左右 通常從22年當時的庫存循環走到現在 正常來講時間線應該是在25年到26年左右 才會完全見到頂部 然後開始做新一輪的庫存下修 舉例來說 我們看到的圖表 紅色線是標普500的EPS 獲利的增幅 藍色線是螺素2000 小型股的增幅 黑色線是納斯達克100指數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本輪的AI帶動行情 這些大型科技股的EPS增幅 每一輪我們看到 通常三個指標 也就是大型股 中型股 小型股 同時EPS來到高位之後 就會經過一輪的調整 比如說上一輪的調整 就是在2021年年底 這個時候 增速已經來到頂峰 開始向下 就代表股市要進行 3到4年的庫存修正 在上一次 就是15年到16年 當時上陣股災做的修正 在上一次 我們看得很清楚 是屬於11年到12年 歐債危機進行的庫存修正 3到4年就是會發生 那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AI由於過去兩年成長速度實在太快了 所以納斯達克100指數已經提前衝高了 對 AI股的EPS獲利衝出去了 可是大型股和小型股的螺數2000 現在還帶低檔位階 沒有跟上 那過往的邏輯是 所有產業終端復甦的時候 我們才會說景氣過熱 即將進行修正 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有些股票衝太快了 提前上去了 那有些還沒有復甦 所以我們基本的設想是什麼 是整個終端商品全面復甦 還有經過大幅回調的可能 換句話說 股票雖然漲了很多 可能主身段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還是期待 可能會有陌生段的出現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看到非理性翻容 還沒有看到2021年 成交量的暴增 市場相信景氣值會越來越好 因為現在市場上是半信半疑的 所以按照這條庫存循環 現在該做的事情就是要暴住 就是要等到景氣指標有明顯下彎之後 你再來做決定 到時候也不遲 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已經在底部做了部件 那多等幾個月 確定景氣可能已經開始下行 再來做決定 我認為會比較適當 所以現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仔細看羅素兩前 現在的EPS年增幅 它在今年二季度 才剛剛翻證 就是你很難理解 小公司今年開始賺錢了 結果今年開始衰退 這很少出現 通常都是你看 經過適度的擴存調整 然後開始上行 然後開始擴張 只有才衰退 所以從景氣循環的角度 還有一段時間 那包括從台灣的外銷訂單 連政府來做觀察也是如此 台灣外銷訂單在今年7月份 好不容易佔上了500億美元的大關 那外銷訂單基本上是出口池的領先指標 所以照理來說 出口池過往的擴張年份 都是兩年到三年起跳 在第三年高位開始往下滑的時候 股價開始做中漲級回調 我們好不容易才從今年元月份 二月份才剛剛開始復甦 我們其實台灣的景氣復甦 從獲利來看的話 也才復甦6個月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並不是說景氣永遠不會衰退 而是景氣衰退通常會有幾個前提 第一是市場必須要進入到全面樂觀 有一點類似於21年 成交量必須回到6000億 7000億 8000億 第二件事情 景氣指標全面擴張 我們看到美國的製造業ISN 製造業經營人採購指數 到目前為止還在50以下 某種程度還在緊縮 還在復甦當中 之所以你看到股市漲這麼快 也不過就是幾支科技全資股 漲得太快 把它給拉上去而已 但是你要說所有產業 現在都已經進入到擴張週期 我認為並不是的 所以現在對於長期投資者 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科斯托蘭尼常講的一句話 買股票 你要有浪漫的想像力 賣股票 你要有理性和現實 那中間呢 中間要學會睡覺 現在成交量這麼低 台股就盤在這邊 老實說也沒什麼好看的 不如就多睡覺 等到景氣指標告訴你即將下彎了 這個時候再來做決定 我們也看到最近的股市 其實是有一點反彈上來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這個 目前這個2萬2的這個位置 那感覺上又有點停下來 那大家會想要說 像這種V型的反彈 是不是已經確立了還是說 我們還要再等待等待 對那正常人的邏輯都是 期待等第二隻腳的時候 再來做確認 為什麼呢 因為以防做進一步下殺嘛 那第二件事情 是第二隻腳 通常從整個形態層面來看 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第三點呢 是希望中期回調的時間長一點 才能夠把市場的投機型散戶 完全的洗乾淨 要不然如果過一個禮拜 明天後天 台北股市又創下歷史新高了 你覺得過去的融資 難道不會補回來嗎 當然會 一定要洗到大家沒有耐心 一定要洗到 所有財經節目的流量一起下滑 一定要洗到沒有人在談論股票 這個時候才是完全的洗乾淨 但是呢 在多頭市場當中的環牛格局 往往就是這樣子 就是往往就是 它的給你的跌法 常常就是那種 集跌以後 讓你盤整一個季度的中期回調 這個才是牛市的多頭慣性的回檔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過往台灣平來 未來六個月的景氣狀況 在50以上很明顯是擴張週期 50以下是緊縮週期 那通常在什麼時間點 進行大規模的資金部件是適合的 通常在50以下嘛 我們講的週期投資 你當然要逆時操作 你一定要在大家看摔股票的時候 來做資產部件 舉例來說 從2022年年底 一路到2023年中旬 基本都在50以下 所以這個資金成本 是非常好台北股市的建商條件 在上一輪呢 我們看得很清楚 2020年新冠疫情 以及當時18年19年的庫存調整 在上一次呢 我們看得很清楚 是2015年 當時的庫存調整 所以其實每一輪告訴你 景氣低基期 股價低基期 部件的時刻 3到4年都已經顯現了 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 現在的問題在於 騙埃已經大於50了 對於台灣市場來說 但是相對於過去幾輪的庫存週期 第一 時間走的並不長 舉例來說 你像當時從15年一路走到18年的庫存循環 它大概維持在50以上 維持了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我們現在維持的時間大概多久 6個月而已 那第二件事情 即便是短期的衝高 基本上現在的騙埃擴張速度 又不如2021年來的這麼快 這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股價的確沒這麼便宜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 在短期均值回調的時候 來適度的加碼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要判斷景氣循環已經結束了 實在是為時過早 所以我覺得不如什麼都不做 就好好抱著 抱到景氣指標 告訴你有接下來的方向 有所發酵的時候 再來做決定就可以了 那問題是大家都怕說 我們現在抱抱太久 或是等待太久 那你覺得有什麼樣的觀察重點 可以讓大家覺得說 我可以變成是一個積極的 在進場的一個時機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因為人人現在手上現金持有蠻多的 今年雖然股價有做比較大的回調 可是多數人 老實說啦 你說資產減損從年初爆到現在 也不會有多大的衝擊 說實在的長期投資者 今年本來就有一點操漲的情況 所以多數人現在手上 持有的是現金的 現金是偏多的 多數人是害怕的 就算是前陣子的ETF狂潮 大多數人的心態都是 那就深購一筆看看 多數人都不是選擇偶硬 所以市場上的半信半疑的景氣仍然存在 那接下來就有幾個指標 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個最關注的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景氣指標 有非常多 包括標普百指數EPS的年增幅 包括剛才看到的PMI 包括我們過去所看到的景氣信號等 它都可以透露出景氣它的拐點是否有發酵 現在來看 才剛剛進入到擴張周期 這是我觀察的第一個跡象 那第二個跡象就是 那如果景氣是確定是多頭 我總不能要等下一輪庫存 是呀 等到2026年2027年好像有點久了 的確 如果你已經現有部位的話 我們必須找時間來加碼 以防自己的現金水位太高 對於資產價格的傷害 或者對於總資產部位的傷害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多頭市場 景氣上行過程當中 情緒低迷的時候來做加碼 情緒低迷有很多指標 你看前陣子的VIC指數摔成那樣 通常在短時間內VIC指數 有大幅上漲空間的時候 都是短期股價的低點了 那第二個像是CNN的恐懼貪婪指數 當時是跑到20左右 那基本上20以下是極度貪婪 極度恐懼 80以上是極度貪婪 當時跑到30 20的時候 也是一個適合部件的時機點 所以現在這個時機點呢 說實在的也不是要悲觀了 但是也絕對不到樂觀 所以現在最好的時機是 是做什麼事情 什麼都不做 等待情緒指標 有新一輪乖離滑落的時候 你就買一點償位 這個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們要跟投資朋友提醒的就是 並不是看我們財經節目就是 看完之後馬上要操作 我們其實都有標準的準則和指標 更重要的事情是 投資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睡覺 現在先睡一睡 等要買了再叫你 所以說那天我們看到的那個1800點 那通常人家就會想說 以前沒有跌這麼多啊 那時候就是進場的最好時機 不過那天停損的人比加碼的人多很多了 這樣子 OK 那像現在最近我們 其實大家比較關注的一個議題 就是那個 美國經濟的情況 經濟數據有好轉了嗎 而且現在也開始就是美股有一些反彈 像輝達的股價也慢慢回來了 那現在是不是後續我們看下半年 現在未來的一個經濟情況就是 往正面來看 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現在處於的市場 它是處於兩個極端 就是獲利很明顯看到是在擴張格局 標普白指數從去年三四季度開始 幾乎幾大科技全職股 它的EPS都是以雙位數字高強度的增長 所以獲利是在復甦的 即便針對今年三四季度的財報和猜測 基本上也是正面以待 大概都是以12%到18%快速的上行 這說明 假設這些公司沒有調降資本支出 或者猜測的話 你已經知道這些公司以後 就是會賺這麼多錢 它的股價創高都不意外了 現在大家的隱憂是轉額聚焦在消費市場當中 因為美國的經濟60%是屬於消費市場 它不由股票市場的擴存循環所驅動 為什麼呢 這個標普白指數大部分的企業 很多都是跨國企業 它賺的不只是美國的財富 它賺的是全球的財富 所以美國的GDP它反映的是消費 這個時候你就要觀察 獲利雖然在復甦 公司雖然在賺錢 但有沒有可能美國本土內部 由於長期高利率的影響 消費已經開始走劈了 而最終由於消費的走劈 又重新把所有的獲利給拉下來了 所以我們重點的指標並不是去懷疑說 接下來的科技股獲利好不好 我們基本上就要聚焦 消費會不會衰退就好 消費如果不會衰退那就沒事情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如果按照周期邏輯 隨著高利率承壓已久 消費本來自然而然就該衰退的 可是現在又出現了一個變數 那就是9月份的聯準會降息 它可以適度的趨緩消費下行的速度 這就導致了消費雖然在趨緩 可是你知道有人要開啟水龍頭 不知道消費會不會因此而增微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會關注一個重點指標 那就是就業情況 因為當你沒有消費 通常意味著你沒有工作 你沒有工作你才不消費 你有工作你不太可能不消費 所以我們看到底會不會進入到消費極動 看的就是失業率 那現在由於在7月份當時的失業率 已經上行到4.3% 如果從薩姆指標來看 也就是從失業率的低點 相對於近三個月的平均值 上行幅度來到0.5%以上之後 就會觸發這條薩姆法則 也就是通常失業率拐隱一出現以後 衰退就是遲早的事情 失業率一上行以後 基本上遲早會進入到衰退值 但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薩姆本人 就是這個法則的發明者 第一個他認為說這項指標不一定適用 原因在於美國的就業改革 在過去兩年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簡單來講就是新移民太多 我們都很清楚 失業率要上升了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需求減少 勞動的市場的需求方式誰 就公司嘛 公司裁員不需要這麼多的需求 失業率就會變高了 對 可是有另外一種方式 也可能導致失業率變高 但是他對於經濟傷害沒那麼大 供給增加 人一多失業率本來就會增高 可是人一多如果原本的工作崗位沒有取消的話 那總產出還是在增長 只是突然開放了很多移民進來而已 它不代表對於經濟是一個傷害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 如果我們觀察在海外出身 在2022年到2024年 抵達到美國市場的失業率人口 從當時的失業率8% 現在上行到12% 那這批人口有多少呢 一年300萬人 美國的職位空缺也不過就800萬個而已 一年有300萬個非法移民 湧入到美國本庭 你不要覺得說湧入之後就直接遣返了 大部分你也要等法庭的審理嘛 那現在平均要等多久 18個月 那你到達美國之後 即便你是非法移民 要把你驅逐出境 你都要等18個月法庭的審理 那這段時間會做什麼事情呢 當然就允許你去找工作嘛 允許你去做一些產出嘛 所以這一些大量人口抵達美國之後啊 有沒有可能把美國的失業率給拉高 這是有機會發生的 那這就造成了 這項失業率的上行指標 是不是那麼值得告訴我們 衰退即將發生 我認為就不一定 所以我們必須觀察 8月份9月份到時候的失業表現 那第二件事情是7月份 當時的非農就業數據表現也不好 遠遠低於市場預期 那很多人說 你剛才講的 失業率上升可能是供給過多 可是美國的職位空缺 看起來就沒開這麼多啦 非農統計的是就業崗位啊 那非農變那麼少就代表著 企業沒有這麼多工作給別人做啊 那不就是一種衰退的可能性嗎 那事實上 7月份還是有一定的誤差值在於 7月份這張圖表啊 是由於惡劣的天氣被迫留在家中的人數 在過往來看哦 每年都會有大自然災害啊 每年大概就是4萬到5萬人啊 但是在7月份高達50萬人被留在家中 那我們當然知道啊 如果是因為氣候因素 應該要剃除非農的 可是50萬人這個range太廣了 很容易形成統計物差 你不確定他待在家裡面 是真的完全就遲遲了 不會來這份非農工作了 還是說真的是氣候影響的範圍實在太廣大了 這說明什麼 我們要看到時候 9月份公佈8月份非農就業數據 才能夠事後來進行作證 所以現在的消費衰退一律 基本上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大部分的失業率都是由灰色區塊 也就是臨時失業率所貢獻的 為什麼呢 7月份剛才講到了 除了天候因素以外 另外一個最大的因素是 每年7、8月份大學生剛畢業 特別容易發生摩擦性失業 也就是剛畢業你要找工作 時間通常比一般人來的長 這也會造成失業率的喪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效果底下 它最終就造成了 我們對於就業數據的判斷 也不能用一個月 如果連續三個月真的都那麼差勁的話 到時候股市不一定突然暴跌 通常熊市是這樣啦 會盤一個頭啊 慢慢緩跌 慢慢的跟你做修正 長熊可以延遲三到四個季度 即便那個時候再走都不會太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是按照那種緩跌法 它不會像今年8月初這樣子 高速的急跌 你的成本價 或者說你的出金價不會像那樣那麼低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最終就導致了我個人的想法啦 剛才是我們看到數據的推論 我個人的想法是 這個數據就沒這麼早 我覺得接下來8月9月份 開出來的數據 可能會疲憊 因為高利率久了嘛 但是在9月份降水以後 降息放水以後 難道這些數據不會優化嗎 這是第一個我的疑問 第二個疑問 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 如果不是那種系統性的風險 你覺得政府如果知道經濟在趨緩 不會幫忙出點力嗎 我舉例來說 這張圖表是美國的職位空缺數 我們看到從當時的高點 接近1200萬個 現在已經下滑到800萬個 現在是怎麼樣 就是雖然已經下滑了 有400萬個職位空缺 可是還是比2019年當時 招募的職位空缺來的高啊 代表現在美國企業還是招很多工作 重點我們要觀察的反而是綠色線 綠色線是什麼 政府部門的職位空缺數 突然在大選之前的6個月 突然高速急增 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大量的開啟就業崗位 等著別人來做 那這種方式你要怎麼看到今年衰退呢 所以我覺得 今年有很多的變數和影響 會導致我們即便會衰退 可能都是那種技術型衰退 什麼意思啊 就是由於前陣子經濟太亮麗 所以變成了連續兩個季度的GDP 即增幅呈現負增長 所導致的數字上的衰退 那這種數字上的衰退 2022年年初曾經發生過 當時對於經濟傷害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來的大 所以我覺得最慘最慘就是這樣 就是數字上會給你衰退 但是從實質民間的消費極動 我認為在未來半年那是看不到的 那最近我們大家最關切的就是這個FED降息的這個事情 那你覺得說它這個降息的動作 對於我們現在的投資人來講 還有後續的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怎麼樣 沒錯我們講說降息其實就兩種嘛 一種是預防性降息 一種是衰退式降息 那降息到底對於股票資產 或者對於風險資產是好是壞 它就完全取決於你到底是屬於硬著陸式的衰退式的降息 還是軟著陸式的預防性的降息 那現在我們看到在7月份8月初那一波的急跌 基本上跌的並不是市場上針對經濟衰退的隱憂 它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真正當時的原因來自於日元套利的平倉 就導致短期的流動性貢獻 什麼意思就是突然缺錢 因為你把大筆的日元拿去平倉還掉之後 你就非常的缺現金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從股票部位大局的平常 那包括觸及一些城市單的交易點位 所以如果我們要具體觀察的話 首先要觀察的事情是 聯準會現在在9月以前 還有沒有那個緊急降息的理由 答案是完全沒有的 為什麼 我們根據FSIA就是全球的金融壓力指數 這項指標在零走以下 通常代表的是流動性還OK 流動性市場上還有蠻多的貨幣量 那通常在零走以上 通常就來到貨幣緊縮期 那通常一上去以後 不會短期停止的 它會恐慌呈現一陣子 像是2022年就曾經出現過 大概三個季度左右的流動性恐慌 為什麼 升息嘛 貨幣量真的減少了 那在當時15年16年也曾經短期出現過 11年的歐債危機也是 在最明顯就是08年 現在的位階 即便經歷本輪的套利平倉的賣壓 是否有導致流動性大幅緊縮呢 答案是沒有的 因為市場還有另外一波的預估期 就是就算我日元這些錢 現在不能拿來投資要還回去了 因為利息變高了 可是接下來聯準會就要發給我紅包 所以有沒有可能藉由聯準會放的水 大過於日本央行收的水 最終導致流動性持續暢旺呢 我認為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市場上不用過度擔心短期流動性的問題 那現在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探討的事情是 那現在在硬著入和軟著入 通常多頭市場或者說股票市場 它的延續性違和呢 如果經濟是硬著入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深度衰退 失業率大幅上行 消費急凍的話 那按照過去幾次經驗 包括07年 01年 79年 73年 股市短期內可能會反彈 由於降水 由於降息 但是長期來看 接下來六個月就會進入到長熊 這個就是經濟衰退市的跌法 也就是如果接下來在九月份 到接下來十一十二月 它是處於連續性緊急性降息 降息幅度遠遠高於市場 今年預估降息三碼預期的話 那今年這種 接下來下半年到明年就是這種跌法 那第二種 是如果接下來幾個月 包括九月份降息一碼 十一月降息一碼 十二月降息一碼 甚至還縮短這個降息幅度 只降息兩碼的話 那最終很明顯就是 經濟軟著入的意思 那像是19年 1998年 1995年 1989年和1984年 通常連準會一宣布降息以後 股市長牛持續延續 所以基本上 那個投資人現在對於風險資產 對於股票市場的判斷 它基本就完全取決於 你認為接下來它降息是什麼原因 它的降息如果只是因為通膨達標 加上四度的放水 因為高利率久了嘛 這種軟著入的話 這個多頭不會停 它會持續的暢望 一路到陌生段 這一段嘎工歷道會非常驚人 相反的如果你對賭的是 聯準會接下來就是大放水 就是衰退式的降息 剛才的資產走向 其實已經非常明瞭的告訴你 資產價格會怎麼走了 好 所以最後中還是要取決大家自己的判斷 那我自己的判斷是 按照目前的態勢 美國的消費市場 並沒有出現激動風險的可能性 因為過往的激動風險 通常都是金融系統進風險爆發的時候 那我個人認為現在是本輪是標準的景氣循環 消費的趨緩段 而這個趨緩段 它可以藉由聯準會的適度放水來提振 聯準會只是希望達成它最好的效果 就是希望我在降水的時候 我在降息的時候 剛剛好通膨達標 它只是希望達到這件事情 所以多等一點時間而已 那我認為這個機率還是相對來的大的 因為從庫存循環的時間線也是 從聯準會的做法也是 我們講說Don't Fight the Fed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 我認為軟著惡的機會 還是比硬著惡的機會來的多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 我覺得現在市場上並不是非常的繁榮 現在市場上並沒有出現 非理性繁榮的狂熱階段 市場上現在大家都在著力空 來解釋接下來有可能產生的行情 在這種狀態底下 行情我們講說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行半行中成長 在樂觀中破滅 我們不確定現在有沒有叫絕望 也不確定說現在一定是半行半野 那現在絕對不是樂觀 然後這個是我的看法 那最終它就變成了 市場每年其實就是 由力空所堆積起來的 今年最大力空是什麼 是降息啊 降息我會怕啊 降息會衰退啊 你想想看去年的力空是什麼 是升息啊 升息我會怕啊 你再仔細看一下 當時在2020年最大力空是什麼 新冠疫情會延遲很久啊 會造成全球經濟難以拯救的破壞 那再看一下 2019年 當時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啊 美洲貿易戰 2018年擔心的是聯總會政策失誤啊 因為當時緊縮週期來到頂部啊 在15年16年 大家擔心的是中國硬着陸的風險啊 在14年大家擔心克里米亞危機 11年美國財政懸崖 10年到11年歐債危機 有哪一年沒有重大力空 這些看起來都蠻重大的力空啊 但是市場就是在力空 一步一步的堆積起來 所以最終呢 我覺得還是要一旋週期 如果你很榮幸遇到了緊氣衰退期 那當然是大買的好時機 那如果緊氣接下來持續的上行 你可能手上一點部位都沒有的 那你也可以趁著回檔 來釋除物件一點部位 大部分的資金等到下一輪的緊氣衰退期 再來做投入就可以了 所以在種種跡象底下 我個人認為啊 我們現在大概是走到緊氣的中段左右 而股價呢 可能即將要反映接下來的陌生段 但是呢 很多人說 那這段我不賺了 可是陌生段 通常漲足是最為驚人和快速的 那這段時間 會讓很多人最後受不了 決定要參與市場 那就要小心我們看到的牛市陷阱發生 所以呢 現在的狀態就是 我們就等待下一輪的回調 但是如果下一輪的回調 是發生在龍井期 到時候緊氣指標都已經大好的話 那就不適合投入太多的部位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看台股的話 是居高思維嗎 如果從短期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當然是期待有更多的回檔空間 但是你要說現在 有真的到高嗎 我認為從本輪景氣循環來看 現在不是本輪景氣循環的最高點 大概是這樣 是是是 那我們通常會 有很多專家他們會認為說 降息就是對 對債市有利 而不是對股市有利 那你怎麼看這個 現在債市的狀況 就是說對於股票市場而言 它有沒有有利取決於 接下來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 軟著陸就有利 硬著陸就是不利 那對於債券市場的狀況 你會發現有趣的跡象是 即便我們都很清楚 降息已成定局 但是債券資產價格的漲幅 並沒有到這麼離譜 原因為何 因為債券資產還有另外一個變因 就是美國財政部的發錢量 就是我們都很清楚 美國公債殖利率 跟公債價格呈現高度反向關係 那公債殖利率又跟基準利率 來做高強度聯動 所以最終呢 聯準會降息降的越多 長天級國債應該就會長得越窮 可是另外一個變因在於 美國長年的赤字 導致財政部每年都要發行大量的國債 那供給一多以後 債券價格其實也會下跌啊 所以它就取決於 接下來財政部的發債計畫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 只要長期的降息循環已經確認的話 債券價格是必漲無疑的 但是呢 你不一定能夠看到債券價格 有像當時的暴跌的跌幅一樣 有驚人的漲幅 原因為何 因為這個時代 老實說 高利率已經形成 聯準會當時抑制通膨的非常重要角色 就算本輪降息 即便是衰退式降息 都會不一定降的回08年當時的低電水位 所以可能我們現在對於債券資產的價格預判 大概就是 現在就是出生段 但是主生段 應該是不會發生在很近的日期 為什麼呢 因為必須要等到衰退已經發生 新一輪的大降息循環來臨的時候 所以對於債券資產的投資者 我認為報的時間 可能會比股票時間 尺度來的更長一點點 你會一路報到 股票資產真的開始崩跌了 你的債券資產的績效 才開始有顯著的上限 是 那因為我們台股 那你也了解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一個人的武林 都是以科技股台積電為主 那現在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其實我們下半年科技股 不會像過去的往年這麼熱 那你自己怎麼看 因為這個對台股的這個影響 也蠻大的 你說難道像2021年變航運股嗎 那也變不好啊 市場還是瘋狂的 有機會變這樣嗎 我認為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現在是更為均衡式的上漲 的確在各大指數都是如此 其實在我們錄影時間 雖然我們都很清楚 你像標普百指數 道瓊工業指數 本波其實那股反彈 已經都幾乎要接近到 快要創高的格局 可是其實美國股市有一項指數 在本輪的反彈當中已經創高了 叫做標普500等權指數 它的計算方式 跟標普500最大的區別在於 標普500是根據你各大市值的權重 來給你一定程度的比例分配 所以通常幾支股票漲 指數就創高了 標普等權指數是500之企業 每家權重都設定為1% 所以它是更均勻的來衡量 各大產業有沒有集體上漲 過往來看 標普等權指數 是遠遠落後給標普500指數的 因為就那幾支科技股在漲 可是最近標普等權指數 創下歷史新高了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的確不只是美國股市 還是台北股市 都有漲幅更為均衡的跡象 開始有所展現 我相信這個有可能是 今年第四季的主流 那不代表說 一定要漲傳產 一定要漲金融 但是由原本的AI上游端的 資本支出端 慢慢的往下游端的中端商品 來做傳導 我認為機率是很大的 那基本上它就取決於 接下來9月份 i16推出之後的表現了 到底AI的上游端 能不能跟下游端的中端商品 做結合 我覺得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是 我想我們今天 很謝謝廷浩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其實對於這個台股 包括還有就是 美國還有全球經濟景氣 那廷浩他都有幫我們做一些 很深度的分析 那投資一定有風險 那希望大家在投資的時候 一定要審慎評估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